哎 为啥为啥用一天就卖了 就以为这个原因 然后亏了一千多钱 美女说以后再也不用华为了 妹的50pro8家256g昆仑玻璃版 美女仅仅用了一天亏了一千多盐就给卖了究竟为何 为啥为啥用一天就卖了 用不习惯了 哎 你知道这种苹果 一只种苹果 然后用了这个又感觉系统用不习惯吧 就以为这个呦 就以为这个原因 然后亏了一千多万钱 没办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发飘购买日期啊 12月16号6999元 先来看一下这款机器的颜值啊 我个人觉得妹的50pro没有妹的40pro景点 据说这款机器的厚实摄像头成像在全球排名第一 主色呢是5000万的像素 可以看一下这个拍照效果以及清晰度啊 确实呢 还原度比较高比较清晰 你会选择拥有5g的妹的40pro还是4g的妹的50pro 欢迎下方留言哦 这就是我今天在市场收的这个全套的 几乎一天的准心的妹的50pro库仑玻璃版哈 他在 私底店买的是6999 然后用了一天 他就立即用不习惯啊 用不习惯 然后亏了一千多卖的 他这个很正常 不说这个黑这个华为啊 呃 他之前一直用苹果 然后呢 他可能领不定的用这个 华为鸿蒙系统 他可能用不习惯 那就像说你一直用那个华为的 你零零用苹果的也用不习惯一样的道理 全套的话你带发票好 今天视频就做这里 如果希望的视频记得点关注拜拜